看一下这个电子报的blog 功能如何把这个blog的文章发送出去 他没有办法做完全自动 但是他可以做到比较简单的方式 譬如说我的blog文章 在这个网站里面是这样子 然后你点进去就是他的那个单一篇文章 的内容 就这样单一篇文章内容 然后在那个电子报这边 有一个譬如说行销活动 就是我要blogcast的就是要群发的时候 我会去建立一个新的电子报 譬如说我做测试001就好 然后他他可以比较简单的方式 就是直接按加号 然后用这个Lattest Post Block 直接把它点一下让它进去 像这样子有没有 你就等于说不用自己去做编辑 他会自动抓取 刚刚的那个最新文章里面的内容 但是他只会抓部分 就是前面摘要的文字 还有read more 就这样 然后你要放几篇 是在右边设定的 这边可以设定说 我要抓的是page还是post 一般我们是做blog 所以抓的是post 那post里面的这张图就是你的精选图片 然后这个就是你的标题 然后这是你的前面的摘要的文字 然后就read more 就没有没有全部的内容 他很快速 但是他就是没有全部的内容 然后底下这边就是你要抓 哪一个类别的文章 比如说我要抓某一个类别的 他就把那个类别的文章摘出来 然后要摘几篇呢 就是这边 我这边有个 有个顺序就是我要从新的到旧的 就是上面是最新的 下面是比较旧的 然后这边是最近的几天 也可以去做设定 那你不做设定的话 就是抓 从最新的抓就抓旧的 那这边就是控制他的数量 就是说我只要一篇 那他就是抓一篇 所以他的内容就是这样子而已 那你可以针对他 这个是预设排版 你可以针对他去做其他的排版 比如说我这样勾选 这样就是一篇文章 那这个是比较适合用 在一次要发送多篇的时候 才会比较好看 比如说我要五篇 我这边是五篇 那他这发出去的新件内容 就会变这样 他帮你排列好 这样就很方便 如果你要一个礼拜 才发一次 那去抓这个礼拜的 比如说你有三篇 你就输入三 他就抓最近的三篇 发送出去 如果你真的是每天很努力的写 你一天只想发一封 那你就抓一篇就好了 那如果抓一篇的话 那刚才版就是预设排版比较好了 所以是精准图片加表体加 这个摘要 摘要的字数呢 在下面这边 有一个 这边把它点开 就是55个字 我最多 最多就是这样 我试过就是最多就是这样 我看你看你再要要 这个是我的别的软体 我看你再要几个字 然后这边是short button 就是刚刚的这个阅读全部的 这个按钮 你可以在这边直接打 中文 阅读全部 把这边就会有 然后这边是改他的颜色 那你美工要不要去改这个字的颜色 或者是背景颜色可以在这边去挑选 那他的主要功能就是这样 所以他是可以很快速的去把你的文章抓进来 但是他不是抓全部 所以只是寄出去 摘要让别人去可以点击之后 连接到你的Blog文章去 这是 但是这一套我整个进来的CIM电子Blog功能 他 针对你新的Blog 你要去发送的话 你还是要手动发 没有办法 全自动说 他通知之后就 把那个 email自动发出去 不行 不行 他还是要来手动发送 只是说他去抓取的时候 速度 我一直抓这些内容 不会抓全部的文章 那我有研究过就是在自动化里面 他的触发条件 有没有包含新增Blog文章 那很可惜是没有的 我这边可以创建一个自动化 那你就可以看到 这是我有安装的所有的那个软体 所以他这边都是触发条件 我比如说CRM他本身的触发条件就是 有新的联络人建立的当下 他可以去触发一个你制定的自动化 功能自动化发信 或者是说你贴了一个新的 某个人进来进入了一个新的 清单list里面 或者是移除了某个清单 或者是某个人套用了 任何人套用了某一个标签 或是移除某个标签 或者是某个人生日 他可以做自动化 谁生日的 当然你要有收集到那个人的生日日期 输入到联络人的资料里面 他就可以在某人生日的时候触发 这个自动化流程 或者是有人填写了表单 那就触发这个自动化 这个是现账课程的 有人报名的课程 或者是有人完成了课程 或者是完成了某个单元 他就会触发自动化 或者是在Wocommerce 有人下了订单 产生新的订单 完成订单 或者是退款等等 或者是订单状态修改 就可以触发自动化 或者是Wordpress触发 他就单纯有人登录 他就触发这个自动化 那这边有Wordpress触发器 这个是有人注册 他就触发这个自动化 至于你假设说 我们现在有一个人建立了 然后你去触发之后 我这边没有写东西 要写东西 这个一个是触发 一个叫行动 所以一旦这个条件满足了 一旦条件满足了 我触发有一个人加入了新的名单 接下来就是行动 行动就是我可以去做 他要去发送电子邮件 或者是发送一个一系列的电子邮件 这个就是你可以自己来这边做动作 但是刚刚的这边的触发 他就是没有包含新增部落格 然后这边有一个总人 他没有一项是新增部落格就去触发发送邮件 不行 只有刚刚讲的那些 可以去做触发的动作 所以这个就是针对 这个Infobox CRM这个电子报的说明 他没有办法针对新的布落格文章 就自动去发电子邮件 可是要手动 只是比较方便一点而已 就是因为这个电子外面的一系列的针对新增部了 再一个展示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